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战略家,也是完成了华夏统一的政治人物,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,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,其实秦始皇为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他统一了杜亮恒、货币等等,并且到了现在也是有非常多的人佩服他,秦始皇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辉煌的,死后的陵墓也是十分的壮观。 不过秦始皇的陵墓一直有着神秘的一面,到了现在,秦始皇的陵墓也没有完全发掘出来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多的发现就是兵马俑了,并且也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兵马俑坑,因为秦始皇的陵墓实在是太大了,让人很难琢磨。 其实是皇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,身上虽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,并且秦始皇的陪葬品也是成为了一个谜底。 其实人们发现秦始皇陵是有很长的时间了,考古学家和一些科学家也是非常的关注这里的情况,可是人们却不敢直接挖秦始皇陵,就连那些考古学家也是束手无策。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,首先中国在这种方面技术还是比较欠缺的,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一些专家挖掘过,当时发现了很多自画丝绸品,但是这些文物在几秒钟就失去了它对应的颜色,很快就腐蚀掉了。 到了如今,专家们也没有研究出,可以快速保存文物的方法,陵墓实在是太大了如果稍有不慎,便会失去很多的国宝,所以专家也是不敢轻易动土。 其实秦始皇陵里面有很多机关的,其中最多的就是水银还有毒气,有利这些东西的存在很多专家们束手无策。 根据记载,因为秦始皇陵长期埋在地下,水银也是一个有毒物质,非常容易蒸发一旦和外界的大气接触,便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 所以通过以上的两点原因,导致了至今秦始皇陵,也是让人琢磨不透,专家们也不断地寻找方法,希望能早日探清秦始皇墓中的奥秘。 其实小编认为,在没有多弄清楚之前,不要轻易地挖掘,这样会对人们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吗?